大家好,今天天氣又漂亮得不得了 我現在用一個A71送的耳機線來錄音 聲音可能有少少不同 因為原本用白色的線是iPhone 壽中淨寢,有些嗝嗝聲 現在還未行,所以有時聽到我 這兩天的影片好像拿槽膠袋的聲音 又沒有人投訴,奇怪 試試A71的原廠線又如何 暫時我未找到無線藍芽 或其他無線裝置的收音比較好 當然有,怎會沒有 是有,但我不會投資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最方便 我可以100%收到線 而且播放出來時,又不用對嘴形 要配合聲音 現在錄不到時便麻煩 錄不到時便麻煩 總之我現在在Burchman 北上 會穿過Downtown Markham這個區域 沿途先看看風景 如果沒有工作 一堆城市建設就在前面 前面有一個旋轉木馬車的機動遊戲 我想想一想 作為一個發展商 他剛開發展地盤時 想增加一些氣氛 他買過這樣的東西 放在這裏都很便宜 對他來說 買過這樣的旋轉木馬 有沒有人玩有甚麼所謂 你當作擺設就對了 到時樓盤發展到七七八八 便拆到那裏來蓋樓 其他戶主都不能動 前面 左手邊 這裏是個旋轉木馬 長期都沒有人 有時有人說 為何沒有人會做這樣的東西 其實對 發展商用來看 買一個這樣的二手木馬 只是很便宜 我們穿過這裏 上去Highway 7 然後轉過去404 Berryll 或是Berryll北上 不如多看更多 現在按 HV 7 向前方 404 公路方向 兩旁路經過幾年來終於都搞好了 巴士線、單車線、花槽都放在這裏 都是這樣說,漂亮嗎? 漂亮的,有些花花樹樹草草當然漂亮 值不值得?不值得 對於新發展區來說 這裏是有奇怪的 新發展的都會把電纜放在地上 你看HV 7 沿途 這裏仍然有架空木杖 在右邊有一條條木柱 這些木柱是加拿大最多木材 又直、又硬、又耐用 沒問題 但一個發展了這麼久的城市 到現在仍然在用架空電纜 真是很奇怪 交通電纜有好處就是方便維修 但它亦容易受到破壞 因為冰雨、Fishing Ring 時 會墜重量下去扯爛 真是唯一好處就是方便維修 不太美觀 而且如果你住得太近HV 7 時 電纜就可能在你家窗門打橫過 景觀上就不太好看 機緣議員喜歡弄好花草草 挖地擴闊露面後 放花草進去 為何不搞定電燈柱 這些柱對交通意外 當時造成很大的傷亡 因為它很硬 你不會撞到破壞 撞到它不破壞 你撞到它不破壞 因為私家車撞到它 因為路邊越多一條條 很硬的物體洞 有甚麼線胎或意外 掃到它就很危險 可以撞斷車一分為二 所以路邊其實不應該有任何硬的物體 例如花草,花草用石屎造成的 硬得不得了,撞到它就駕駛都沒有 轉上去404 這部分你要小心 轉的時候你切開單車線 如果後面有傻佬踩單車 你撞到它便是一身矮 現在我踩上RAM上HV 正準備進入404 北上 在我們現在由小路進入主Highway的大道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加油加速 那你車的馬力 有時買幾百匹馬力 通常在這個時候大派用場 如果加速不夠力的話 就很難撞進去 我聽說在美國有這樣的例子 如果有人要從小路出來 你不讓它的話 你在主導那裡不讓它的話 它可以告你謀殺 聽說是這樣 我們繼續加速 就進入公路的慣性時速 現在公路上主體 大家走多快 你就走多快 不要說你又特別快 你又特別慢 我現在馬力回到速度那裡 左手邊404 擴闊工程 做了很多年 我相信十年都有 做到現在都還在做 每次見它好像快完成 有些人說我開快車 你看幾乎 我經常被人爬頭 為何會有人覺得我會開快車 作為一個駕駛者 例如你走過身邊有大火車 例如泥頭車 儘量避免和它在左右相近 甚至它的死角位 儘量避開 因為一個司機 其實無法保證行車當中 它的車輪會不會突然爆炸 但它暫時會販、落去 在它 bel zalicky 數 ! 你仍然便會快enn 且有些人喜歡 pride 居然躲在貨車的影子裏 便會能 approximation 越躲在影子,就在它旁邊 如果有什麼意外,它爆胎或脫了一件出來 你會知道很棒 在後面跟的時候,也不要跟那麼近 它脫了一些石仔出來,打落玻璃 又是不需要的損失 這些其實是可以被避免的 我現在出Algan Mule,再走去Bayview 現在是在Algan Mule,正在向西走 有些人問去哪裏看楓葉 如果你不是太想駕駛遠路的話 Dornberry Parkway,401以南那一段路 都已經是有些山谷,看楓葉已經是很漂亮的 你說在走車,怎麼看呢 那就閃眼嬌,看一看 但如果你想走的話,由Edward Garden 那裏有一些小路,沿著一些trail 可以走到附近的山谷看楓葉 都可以很漂亮的 踩單車也可以,走也可以 那些就可以漫遊來看楓葉 但如果你快快想看一看,一堆山 一堆很紅的風耀的話 Dornberry Parkway,下去單灘那一段 其實是很漂亮的 現在就轉了上去Bayview Bayview和Algan Mule北上 我們在沿途前面 我們打算去一間超市 新市場的超市 但中途有些地方 我覺得有些大屋的區 就走進去和大家看看 在我右手邊的一間 你看左手邊陰功 被警車捉住了 因為最近很多路面的車速限制 減得很嚴重 本來走60kmh變成50kmh 然後走70kmh變成60kmh 其實我覺得慢得太誇張 我也不知道為何 試完整天覺得車是越慢越安全 這是一個很玄昧的決定 我覺得應該是加強 駕駛技術 不要那麼容易出一個牌 車的車牌是應該定期去覆診 要更新你的反應狀況 減少時速和這個世界的時鐘交換 這區域就不敢說最好 不過就有些大屋 讓大家看看 看看無區 要看的話 我就先扭一邊鏡頭 周圍看看 前面那個閘也有個徽章 弄得很豪 有沒有管理員 可能沒有 因為看到有些屋 門口不剪草 不剪草 影響附近屋的價值 我這邊可能是背光 大多數人覺得有閘 這個有閘 富豪喜歡 放一個閘在門口 為什麼沒有東西呢 我打算在這裡慢慢走 我看看有沒有特別誇張 有一間誇張的 剛剛在左邊 怎麼拍到給大家看 都未必拍到 稍後 我們走回向前看 因為我現在在左邊 是一個山頭 山頭頂上 就有一間好蠔 這間特色屋 很少一點 這個尺寸 至少過萬呎 其實在加拿大 這麼大間屋 圓藝可能會請人打理 有幾多人 屋又大 再加上有請工人 這裡不同 香港那麼容易請到姐姐外傭 這裡的外傭 如果要請 是要計算 每天八小時工作 你要給地方去睡 給地方去住 要放假 不像香港那樣 能夠這麼貼身 服侍 最主要為甚麼 這裡也是好 因為近 這裡是Berryll Berryll 19加爾北 你要上班去 Ritchman Hill 也是很近 如果你說有間大屋 在Wesaka Beach 有甚麼意思 難道你還會 多人多上班嗎 這裡有一個山坡 又高又低 所以形成到剛才 我說最高的那間 很誇張 因為它在整個山頭佔據 最高的製高點 這段影片你嫌悶 就自己扭轉台 因為我都要作為一個記錄 因為有網友 又想看看 我自己都想拍一拍 現在這個時候的 建築風格是怎樣 有時候 人們想說我拍短一點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的話題不同的時候 怎麼可以拍短一點 你要適合節奏才可以 還有很多人會回去剪片 做很多剪片的事情 我沒有的 總之我今天拍完二十段影片 再拍完它便是 我都不知道現在拍了幾場 所以走到哪裏便趕到哪裏 好紅 前面這個紅色 紅色 很火光 火光紅紅 如果想看一大堆 就真的要去山頭的地方 但如果想看一棵特別漂亮的 很多在公園內已經做得到 好大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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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影片如果太短 有時有 其實特別是這個時間 很多人看我的影片是消磨時間 只有幾分鐘 怎樣消磨時間 其實如果你嫌照片長 可以飛來看 我都不介意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飛完之後 然後問地址在哪裏 有很多人 因為它把我講資料的那段飛了 這間 真是有些要 有些朋友 香港朋友看見 加拿大內街好像公園一樣 對 因為這些真是大屋 看來真的好像在公園 是公園的範圍 但其實就是大家的住宅區 很多草 很多樹 有時你去香港的公園 入公園都沒有這麼多樹木 但這裏走界都是 很多人都加大閘下去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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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不見到那間大公園 看見不見到那間大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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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別人 因為你發覺 逢是有錢的區 路邊是沒有人停車的 因為它本身 每個都10個車位 20個車位 何時輪到要叫朋友停車在馬路邊呢 我想特別大家看這間 現在看到奶黃色這間 你別看它好像也不是特別 但因為它在山的制高點 由它上高的露台 是可以無左隔 看見CN Tower 在Bayville能夠看見CN Tower 除非你住在公園 但它現在是一間房屋 這個景點看出去 其實現在大家看不到 但其實是一個很高的位置 它比所有樹叢 比所有其他屋 所以看出去的景點 其實是一個很美 看出去 不要看見CN Tower 再矮一點 CN Tower附近 再矮一點的建築物 它都看得到 所以這間房屋是景觀漂亮 尺寸夠大 然後你說不是啊 處長 周圍還有更加漂亮的屋 更加豪華的屋 不不不不不不 你要比較地段 在哪裏才可以 你經常說 那些漂亮的屋 全部都在老年爬里 老年那麼遠 你更有錢都沒有用 沒有人來探望你 這條片其實是沿途拍攝 我現在繼續上去 我的目的地 New Market 的一間超市 下條片駁下去吧